Hello 大家好,我是Lian 我是Mindy 今天非常开心收到Dr.Jar的邀约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家的神奇分子丁保湿修护系列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保养上常见的三大迷思 那如果是我们频道的新朋友,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肤质 那我的肤质呢是偏油肌,然后Mindy呢是偏干肌 那我们今天呢同时在破解迷思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大家讲到底要如何正确保养我们的肌肤 好,那我们之前其实拍过非常多保养品的影片 不管是不是合作的影片呢,只要是介绍保养品 我们都会介绍产品的特点,还有那个产品适合的肤质 但是有可能就是你看完影片,我们大推到不行的东西 你去买之后发现,诶,怎么蛮雷的 有可能那个产品就是刚好不适合你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非常了解自己的肌肤状况 才会针对你自己的肌肤状况去选择适合的产品 那现在呢,就来破解第一个保养迷思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 因为我们可能会去妆柜买保养品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诶,我想请问一下,就我皮肤很容易出油,到底怎么办 我跟你说,你这种问题就是因为你容易出油 就是因为你的肌肤有水不平衡 所以你要多补充水分就对了 所以我就要买一些保湿型的商品 嗯,听我的就没错了 所以大家这种有水不平衡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 那到底为什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呢? 因为其实脸上的油跟水是两个分开的系统 但我们脸上的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现在就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我们的肌肤,这是最外层 这边就称为表皮层 再往里面往下走呢,就会到真皮层 那因为我们真皮层里面呢,是有皮脂线的 那皮脂线就是分泌油脂的地方 比如像我今天,我跟Mindia同时洗脸好了 那我可能过一下下,我的皮肤就会开始冒油 这就表示我的皮脂线非常容易出油 那我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油肌的 那Mindia可能要过比较长的时间 才有一点点出油的情况 比较它的皮脂线呢,就没有那么旺盛 比较不容易出油,所以它可能就是偏干肌 所以其实呢,你的皮脂线容不容易出油 区分了你到底是哪一种肤质 大家知道了吗? 那讲完肌肤的油,那肌肤的水呢?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就皮肤最外层的是表皮层 其实水分的都是在表皮层里面 假如你今天皮肤缺水 那你皮肤可能就会感到干燥,就痒痒的 或是你皮肤甚至会感到脱皮 那假如你今天的你的角质层 就最外面那一层,非常的不健康 那你角质层就没有办法把它水锁住 你的水就会跑光 所以你皮肤呢,就会感觉到不适不舒服痒痒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的油脂跟水分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假如你跟我一样是油脂,你就是保水到不行 你还是会一直出油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迷思 那保湿对于各种肤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举例来说,譬如说我是干肌 那林安前辈已经介绍过了 油跟水是两个分开的系统 那干肌人一定很注重保湿 补充非常多的水分 但你一直补充水分 对于油来说是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的 所以如果你要有健康的肌肤 你不只要补充水分,你要补充油分 就像我们干肌的朋友,我们皮脂现在分泌的油脂 本来就比较少 你又没有给它补充一些油分的话 你肌肤怎么可能达到一个健康的状况呢 所以呢,你要让你的肌肤可以达到健康的状态 应该是缺油就补油,缺水就补水 所以以前什么油水平衡,缺水补油,缺油补水 也是完全错误的哦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介绍神奇分子丁保湿修护系列 那我先跟大家叫什么是分子丁 那其实分子丁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神经吸安 大家这个可能就比较常听到 那分子丁它主要的功能是补充水分 那最厉害是它可以锁住水分 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像玻尿酸这种成分 那玻尿酸是补充水分 但是你补充中,你主要还是把它锁住才真正的有用 所以就是需要补充分子丁这种成分的保养品 但是很可怕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或是现在环境的伤害 我们的分子丁会越来越少 那我们的水分就很难被留住 那我们皮肤就很容易产生问题 我觉得变老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大家真的好好保养 好,那如果你肌肤的水分比较少 然后你分子丁过少的情况下 你的肌肤就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就抵抗力很不好,就很容易会过敏 或是很敏感 所以如果你肌肤有足够的分子丁 也会让你肌肤比较不容易敏感 好,所以其实这次的这个系列呢 有四样不同的产品 就分别有他们家的修护凝露 然后精华液 还有滋养霜跟面膜 那其实这个系列呢 在今年1月有全面升级 升级之后呢 它的保湿力、吸收力 跟修护力都有大幅的增加 那为什么保湿力会变得这么厉害 那因为其实分子丁 它就像维他命一样 有分成各种不同的类 像ABCDEFG 可是一般的市面上 其他分子丁的产品 可能都是只有含一两种 可是这个系列呢 它总共含了五种不同的分子丁在里面 还有另外一点是这个系列呢 都非常非常的温和 因为它有通过敏感性肌肤测试 这代表什么呢 各种肤食中的使用 而且连宝宝跟孕妇都可以用 那因为他们家的专利技术 所以可以包覆五种分子丁 然后可以更好的 有效地进入到你肌肤的底层 它们吸收力超快 而且用完完全不黏黏 那这个系列呢 使用起来都有一种淡淡的草本味 就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很疗愈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呢 就是他们家的修护凝露 这也是一个新商品 其实它就是比较稠的化妆水 那它的质地呢 比较稠一点点的 等一下一推开 它就非常好延展 而且吸收速度非常快 那也是我这个系列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商品 好因为我是干肌 所以我一般在上化妆水的时候 我还蛮喜欢都直接上两层 我才会有那种保湿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一款修护凝露 我通常上一层 我就觉得迅速补水 就是觉得立刻就有保湿的效果 那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他们家的精华液 那他们家的精华液 其实在手上就是一个 比较乳状的质地 就是你这样举起来 它是完全不会流动的 可是你一推开 它就变成一个 比较水状的质地 那完全不会黏黏 而且你会感觉到 你皮肤有这种深层被滋润的感觉 好那最后一个是滋养霜 那如果有看我保养品大小 应该只有117年最喜欢 就是他们家的滋养霜 但是这是新版的 我更喜欢 因为他们家的乳霜 是比较带有油分的 但是上在脸上 不管是什么肌肤 我觉得都不会有那种绵腻感 因为它的指液是比较绵密的 所以上在脸上会非常好延展 不会好像带一层东西在脸上的感觉 那现在这个持续 是我现在心目中 乳霜剪的Top 1 那现在呢 就进入到第三个保养迷思 保养的最后一步 一定要使用乳液或乳霜吗 其实是不一定的 就我们还是要针对 我们当下的肌肤状况 来选择适合的产品 那如果是偏干肌的朋友 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直接用他们家的三步骤 就是修护凝露 精华液跟滋养霜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说你是干净肌肤 你就一定要每天 无数刻都这样使用 如果说你今天早上突然觉得 皮肤没有那么干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就前面两步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混合肌 或者是游肌的朋友 就建议你早上呢 可以只要使用修护凝露 加上精华液 其实这样子的保湿程度 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那如果晚上呢 就可以搭配修护凝露 加上滋养霜 可是像我自己的习惯 是其实我三步骤 我都还是会使用 那只是 如果三步骤都使用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滋养霜 用量就会减少 好啦 最后一款也是升级版的 保湿面膜 那其实旧款呢 我没有那么爱 因为我觉得它材质比较厚一点 但新款呢 我就非常喜欢 因为它是使用医疗绷带 就是用起来非常的服贴 嗯 所以其实这款你每周可以用两到三次 我觉得平常又也非常OK 可是我之前就经过 皮肤真的感到非常干燥的时候 我用起来就更油 因为之前 新年前不是有一段时间都超级冷吗 那我每天开暖气 我至少有点蛇耻 那我皮肤就很痒不舒服 那我一用它 这情况马上改善 它其实这一款面膜的精华液质地 是比较偏乳状的 然后因为我是油脊 我非常讨厌使用乳状质地的面膜 这一款应该是我唯一一款 我会推荐油脊使用的乳状面膜 因为我觉得用完之后 它的吸收速度超快 就你不用在那边推半天 就是脸上好像有很多乳液在脸上 完全不会 然后瞬间会觉得皮肤非常的滋润 好那我们前面苦口活性那么多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你要先了解你的肌肤状况 针对你的肌肤状况 来选择合适的保养品 那以我肝肌来说 除了冬天跟夏天 会使用不一样的保养品之外 其实我白天和早上 也会使用不太一样的保养品 我都是针对当天的肌肤状况来做选择 所以如果你就是已经说 我已经知道我的肌肤 我就买一整组保养品 那我不管一年四季 我都用它 然后早晚我都用它的话 那其实也蛮奇怪的 因为你肌肤每一个时候的状况 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那像这一组 我觉得冬天用非常适合 但其实我觉得夏天干肌也可以用 如果你说你真的觉得 怕太滋润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 晚上再用滋养霜就好了 所以是针对你当天的肌肤状况 来做调整 那像是我觉得 有时候冬天非常干的时候 我甚至会在精华液前面加什么前倒精华液 或是在精华液前面加一些美容油的产品 就增加肌肤就是整体的油分 那对油肌而言呢 保湿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一定要帮大家打破一个名词 就是油肌呢 不要害怕使用乳霜的产品 当然你要根据不同季节选择 那你夏天用乳液 冬天用乳霜 可是像我油肌 我可能全脸都会出油 可是我T字部位还是比较严重 那我T字部位 我用乳霜的时候 我可能用量就会少一点点 然后比较多呢 上在我脸颊的部分 可是像我早上呢 我就不一定会使用乳液跟乳霜 我就会看我前一个部纵精华液 是哪种质地 比如说我使用Dr.Job他们家这个系列 精华液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再额外用乳液跟乳霜 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就有带一点油分 就对我油肌而言 那油分已经非常的足够了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记得油分是非常重要 跟水分这两个东西是不可或缺的 好吗 好那我们私心觉得 这个系列非常适合保养新手 因为你保养最主要就是 前面说的你要补水补油 那这个系列可以很好做到这件事情之外呢 它又有三步骤 你可以针对当天的肌肤状况 来做挑选适合的产品 那这次非常开心 大家就要送大家礼物哦 那我们会把抽奖的相关资讯 放在资讯栏里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喜欢我们这支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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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